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照片和视频 让粉丝们更好地了解她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她的微博和抖音账号也是她分享生活的主要平台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 运动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她让我更加自信和坚强 胡蕾也是一位喜爱旅游的年轻感 她经常利用自己的工作和休息时间去各地旅游 探索不同的文化和美食 她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旅游是我放松心情 调整状态的重要方式之一 每次旅行都能够让我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和人文气息 让我更加开阔眼界 胡蕾近期在社交媒体上 揣出自己在新疆齐情的照片 她在照片中笑容灿烂 心情轻松一跃 让人不禁感叹她的活力和开朗 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羡慕 胡蕾也是一位非常努力的年轻人 她在自己的演艺事业中也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 她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始终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 就一定会得到回报 所以我会一直保持自己的努力和专注在演艺事业中 胡蕾也一直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现力 她不断地接受各种技能培训和挑战 不断地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和题材 让自己的演技不断得到提升和成长 她所饰演的角色也逐渐从少年偶像 转变为更加复杂和深刻的人物 展现出了更多的表演魅力 除了在演艺事业中 胡蕾也在自己的生活中保持着一种努力的态度 她不仅积极参加各种运动和旅游活动 还会利用自己的空运时间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她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相信人生不只是为了工作而活住 我们还应该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这样一位活力四射 阳光开朗的年轻人 她不仅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演员 还是一位热爱运动 旅游和学习的年轻人 她的生活充满了朝气和活力 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努力和专注的态度 让她在演艺圈和粉丝中备受喜爱和尊重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 无论都是一个积极向上 敢于尝试不断挑战自我的年轻人 她的成功不仅来自于她出色的表演技巧 更来自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我们可以从她身上写的很多 让自己的生活也更加充满阳光和活力 欢迎在大波级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